疫情期间民众希望透过网路投资增加收入 不料却落入诈骗陷阱 一名女子居家防疫期间接获一名男子要求加赖好友 却逐渐陷入对方的爱情套路 介绍加入假投资平台网站 汇款30万元 初期账面获利75万元 对方却说账面金额要100万元以上才能汇出 该名女子又汇入25万元与5%的佣金 汇款后才发现已招对方删除好友 刑事局教你一眼看穿投资诈骗手法大公开 第一招通常会假冒外国高富帅白富美 主动与你加好友 这难道像是天上掉下的礼物吗 第二招满口甜言蜜语与你编织美好未来 这简直像极了爱情 第三招通常会告诉你 只要在家防疫动动手指滑滑手机 也能轻轻松松发大财 第四招还会安排线上专人咨询 通常的话术都会说 想知道更多的赚钱机会请与我私讯 第五招会架设有模有样的假投资网站 让人真的假的傻傻分不清楚 最后一招大绝招 他会给你点甜头之后就人间蒸发 这简直像极了诈骗 根据刑事局统计 截至今年6月 投资诈欺案件为2085件 相较去年同期增加1006件 多数民众都是在社群网站 交友软体中遭歹徒搭讪 在各种话术或感情公式下 踏入陷阱 提醒民众切莫相信 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 以免落得血本无归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导 从以前 从以前